第八百二十集 这种天地同寿的皇者都不知道高明多少,几乎是可以和虚皇、弃皇这些远古皇者媲美。 我的手上基本上也不留活口。 方寒对着君苍生点头道,你虽然是天君转世,但也不代表你就是真正的天君。 况且,就算你是真正的天君,我也要斗上一斗。 如果能够斩杀恋化的你,得到你天君记忆的传承,对于我的修为大有弊议。 君苍生笑了起来,十分的痛快。 想恋化我,居然有人想恋化我。 前一段时间,有个异族的高手,叫做一天皇,对我说这个话。 可惜,被我三剑击败,落荒而逃,还被我斩杀掉了一只翅膀。 说话之间,君苍生的手上,出现了半只宽大乌比的羽衣。 每一根羽毛都洁白如新,散发出了皇者的威严。 而且,这羽毛有着一股天地同寿的不朽气息。 什么? 那是一介赤尊,一天皇的羽衣,居然被他这么斩杀了下来。 没有错,这是天地同寿皇者的羽衣,居然能够被他击败。 那这君苍生到底有多强? 常文之中,一天皇的境界,可以和一些远古皇者媲美。 这次和蛮族一起进宫,杀了不知道多少修士,居然折损在君苍生的手中,简直是奇迹啊。 不是奇迹,这是实力,你们看清楚了没有? 那君苍生的确有斩杀天地同寿皇者的实力。 哼,那风源也有击败皇者的实力,你看那击败的图皇。 连国皇也不是他的对手,和君苍生是两虎相争啊。 两虎相争必有一伤,也不知道谁更强横。 我们就看龙争虎斗吧。 许多无上大教的高手都兴奋起来,方寒和君苍生一战肯定会精彩分成,谁能够问顶皇者。 斩杀一天皇一只翅膀,也算不了什么。 方寒巍巍地道。 君苍生,希望接下来,你不要让我失望才好。 自然不会让你失望,你想炼化我,我也想得到你的八部浮屠,还有你身上的那天禅佛皇身躯。 其实,你的修为太弱小了,依仗的全部都是一些投机取巧的法门,比如法宝,比如诗海,还有福禄。 其实,以你本身的修为,我根本不屑和你一战。 只不过,你的运气实在太好。 比我这个天君转世都要好。 这么多法宝,加持于你一身,使得你战力飙升。 才走到了我的前面,君苍生微微一笑,不过,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和你对战,我会拿出我全部的力量来,让你死得起锁。 你的一些气云,都要归于我的荣耀之中。 以你的修为,配上你的气云,实在是报天天物了。 只有我天君转世之身,才配得上如此的气云。 哈哈哈哈哈哈。 方寒大笑了起来。 多说无意,咱们手头上见真章吧。 说话之间,方寒已经回到了门派王座之上。 许许多多的圣子,都围绕了上来。 一个个心情紧张。 这些羽化门的圣子,个个都是人精,修为也一步步高深起来。 虽然能够看得出来,那君苍生武功之恐怖,他们不看好方寒这最后一战。 师兄,孙师华走了上来,再次劝说。 无妨,那君苍生的确是厉害,我并没有必胜的把握。 不过,这更使得我兴奋。 方寒摆摆手,咱们与化门之中,化战的人全部清醒了。 弟子之中,依你的修为最高。 这是我斩杀玄业留下来的法宝囊,里面有诸多宝贝,拿出去分了。 等我斩上了君苍生,还有很好的东西。 战鼓之声响彻起来,方寒从王座上站起。 羽皇,你好狠! 遥远的蛮荒一个异渡空间,足足有十个蛮族的皇者之先,还有两尊天地同寿的强者,在这一刻被图腾之冠混入。 羽皇正在生生地炼化他们,借助他们的法则,淬炼圣唐之剑。 因为羽皇最近杀战的太厉害,终于惊动了一些蛮族和异纪的高手,来对付这个神出鬼没的羽化门长教。 于是,有十尊皇者蛮族大军,还有两尊天地同寿的异纪高手组成的阵法,围剿队伍出现了,用了十决神阵,把羽皇围困住。 但是,却被羽皇施展出信仰圣经中的绝杀之招即破,图腾之冠祭祀起来,反而围困住这些高手,进行反恋化。 羽皇现在浑身的气势和以前比起来,迥然不同,身躯挺立,脊椎好像天柱,支撑苍穹。 大手托住图腾之冠,一手持着圣堂之剑,随意一化,就有一道道的剑光,击射而出。 这些剑光,凝而不散,居然在空中化成了一座远古圣堂的虚影,越来越清晰,镇压宇宙万方,横河杀术式的一堵空间波动。 一个皇者发出惨叫,被羽皇炼化,收入了图腾之冠中,彻底化为一虎骨的蛮荒法则,然后反馈出来,进入羽皇的身体中,使得羽皇的身躯看起来更为高大。 圣堂之剑也得到了不少好处。 羽皇,这图腾之冠,不愧是圣品仙器的品质,我如果再这样汲取下去,很有可能超越了审判之枪,成为王品仙器第一。 审判之枪不是那么好超越的,它已经不是寻常意义的法宝,是天地审判之力中诞生的存在,和西皇一般存在。 如果说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可能修成天君,那么,就是西皇和他。 羽皇摇摇头,随后道,当然,我那师弟也有可能。 什么?你对方寒评价这么高? 圣堂之剑惊讶道。 现在天晴的天才战,应该到了最后几轮吧。 不知道,我那师弟能不能够夺冠。 羽皇没有回答,而是淡淡地望向了远方。 在他的眼神中,遥远的苍雄之上,突然一道金芒冲天而起,显现出了淡淡天君的气息。 与此同时,他的眼前出现了天晴的影子,还有天地斗场中的情况。 君苍生,居然是他。 所谓师弟的对手,与黄亥然道,这是天君转世啊。 君苍生是哪位天君转世? 不知道,还好,师弟并没有进入天地斗场中,我这就施展出无上图腾妙法,把图腾之冠还给他。 这些天,我不知道杀了多少异度的强者,蛮族的至尊。 图腾之冠修炼到了顶点,正可以为师弟一举定顶最后的圣迹。 羽黄突然把手中的图腾之冠一转,呜,整个图腾之冠凭空消失,无影无踪。 什么? 没有图腾之冠,我们怎么对付这么多的蛮族高手? 圣堂之剑喊然道,我们正需要磨练,这些天你积蓄了不少力量,随我并肩战斗,把这些力量消灭掉吧。 羽黄神色漠然,师弟没有进入天地斗场中,图腾之冠才能到达他的手中,如果进入其中,那就无能为力了。 说话之间,他仗剑一阵,整个人化为一道流光,积设进入了大阵之中。 图腾之冠的压力没有了,我们上! 一个蛮族的皇者正苦苦支撑,但是突然之间压力消失,他大喜过望,就看见了羽黄手中没有了图腾之冠。 顿时大喜,刚刚狂吼要反击,一道剑光击射过来,整个人就已经被锋利的剑气所撕裂。 此时此刻,方寒听到战鼓,从王座上站立起来,却并没有进入天地斗场中,似乎是在静静地等待什么。 而君苍生却已经进入了其中,目光看向方寒。 这是万众瞩目的一战,谁胜谁负,标志着谁是天界第一天才,同时得到丰厚奖赏,从此之后前途一片光明。 这个时候,千百万的无上大教高手都看着方寒和君苍生,许多人都看着君苍生进场了,但是方寒却没有紧张,都以为方寒在犹豫,打了推堂鼓。 千,这风元开始的时候信誓旦旦,说要斩了君苍生,但是临场的时候却犹豫了,不敢进入其中,这气势一比较,就落了下风,让我大失所望啊。 话也不能够这么说,毕竟这次战斗非同小可,慎重是必须的,换了我们是风元的立场,也肯定会犹豫。 是啊,这是人之常情,可惜的是,这是天才战,人人都是爵士天才,雄才大略的存在,不是一般的修士仙人,这样畏手畏脚,毕竟就落了下风。 我不看好风元,很有可能被君苍生斩杀于剑下呀。 的确是这样,君苍生无所畏惧,风元临阵退缩,还没有比试,两人就已经高下立判呐。 这次天才战的冠军,看来是君苍生赢定了,他得到诸多奖励,在苦修,不知道能否恢复昔日的功力,重新均临天下,到达天君的荣耀。 也不一定,就算是天君转世,要重新修炼到天君,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甚至失去的大机缘,再也无法修成,比普通人更为艰难。 因为上天给了他一次机会,成为了天之君王,但是他陨落了,难道上天还会再给你一次重来的机会? 自古以来,天君陨落之后的转世之身,重新修成天君的,少之又少。 少,少之又少,又不是没有? 君苍生到底能不能够再度成为天君,还未可知,不过,这次战斗,他是赢定的,肯定会得到风源所有的东西。 可是,如果风源选择退出呢? 嘿,选择退出,那此人就止不于此了。 修道越到最高境界,就越要心中坚定,如果他一开始就选择退出还好,是明哲宝身,信心不灭。 但是,既然和君苍生相互之间放出了狠话,却又选择退出,那就好似举其不定,三心二意。 这样的人,能有什么成就? 泯然众人仪! 那些无上大教的高手,议论纷纷,天庭的一些至高皇者,老古董们,也开始议论了。 西皇,这风源怎么回事? 战国已经想了三遍,还停滞不前,是不是要取消他的资格? 他的信心一时,就算战斗,也是走走过场而已。 可惜啊可惜,本来以为是一场生死较量,龙争虎斗。 但是现在看来,风源却成了软蛋,看来,他还是一个运气好的人而已,心性太差。 西皇,取消他的资格吧。 再等等,按照规矩,战谷响彻九遍还没有进场,才会剥夺资格,使为自动弃权,一切按照天庭的规矩来办。 西皇脸色不动,也是双眼看着方寒。 在战谷响彻了五遍之后,一直不动的方寒开始动了,他舒展了一下筋骨,大踏步地在虚空中行走,进入天地斗场。 原来在刚才,突然之间,冥冥之中,一股无上蛮荒之力从无形的虚空中来,直接灌入进入了他的身体。 立刻他就感觉,在身体最深层次的晶体神国之中,多出了一尊罐子,图腾之罐。 无敌的力量从图腾之罐上散发出来,遍布全身,在他身体四肢百还蔓延。 他都远远计算不出,这图腾之罐现在的力量,到底有多么强横。 师兄不愧是师兄,没有让我失望。 在最后一刻,为我送来了图腾之罐。 这些天在外杀戮,到底击上了多少男族高手啊? 图腾之罐的力量,到达这种程度。 原来,方寒之所以迟迟没有进场的原因,就是等待图腾之罐的回归。 羽皇杀戮蛮足,为图腾之罐继续升级,等待最后一刻,为方寒送来,定顶最后的圣迹。 图腾之罐,到了现在,已经产生了多次蜕变。 被羽皇送来的时候,无影无形,什么人都感受不到,只有方寒感觉到体内的力量,还是无休止的膨胀。 他急速运用推算之力,推算出图腾之罐的种种力量结构,和自身紧密结合,一步踏入天地斗场内部。 这个时候,天地斗场许多国度,全部都消失,整个斗场空空荡荡,就剩下了两人,君苍生,方寒。 方元,我还以为你会弃拳,想不到你最终还是确定了下来,进入天地斗场中,和我面对。 君苍生看着方寒,微笑着,看来,你战胜了自己的心魔。 哼,真是愚昧无知,都不知道我在等待最后的力量积蓄,却以为我在犹豫不定,简直是笑话。 方寒冷笑连连,手掌在空中一画,一道诡秘的图腾出现了。 这图腾是蛮族的文明,一显现出来,无数蛮族高手在其中涌动,一张张满是刺青,猙獰恐怖的脸变换着,整个天地斗场中, 瞬息之间,环境改变,野蛮的气息扑灭而来,好像进入了上古蛮荒时代。 蛮荒神责? 君苍生脸色微变。 原来你刚才在等待图腾之冠的归来,好算计,好阴谋。 你把图腾之冠交给羽皇杀戮,积蓄力量,然后等待最后一刻归来。 不错,不愧是天君转世,方寒面不改色。 呵呵呵,这样最好,这样最好。 原本我以为你必败,想不到事情出现了变故,更加令人期待了。 但是,我还是有十足的把握,向你斩杀。 君苍生与其兴奋,战意澎湃。 知道了方寒的目的,召回图腾之冠这件曾经的圣品仙器。 天君转世的君苍生却一点也不恐惧,反而是越来越兴奋,似乎现在的方寒对于他来说,才具有真正的挑战意味。 这样不错,图腾之冠曾经是圣品仙器,也和我一样是天君级别的存在。 可惜的是,也一样失去了能力,变成现在这样。 不过,也只有曾经相当于天君的存在,才能够和我平起平坐。 可惜的是,你这样的人,根本不配持有这圣品仙器,看来是天注定,这圣品仙器要落入我的手中。 君苍生的眼神虚无,有一种独特的能力,透视进入方寒的身体,钉在了那图腾之冠上面。 配不配拥有,战斗过再说,现在说的再多,也动摇不了我的意志。 君苍生,动手吧,咱们之间,这次战斗,谁输了,谁就陨落,获得其中所有精华。 方寒的双手空空,没有剑,也没有刀,没有任何的兵器,但他的指甲开始生长,一片片的龙鳞张开,筋不可摧。 图腾之冠中的蛮荒神泽,也贯注进入了八部浮屠中,使得八部浮屠更加的滋润。 八部浮屠修成王寒仙气,并不代表着到此为止了,王寒仙气还有很多的路要走,其中要不断的凝练,修行,敲织出神圣的气息来,更要不断的需要宝戒元气,各种皇者至先的法则进行纪念,锤打,才能够威力提升。 更好的是天地同寿皇者的法则血迹,注究不灭的神性。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默入神机》的长篇玄幻小说《永生》第八百二十集,是由陈颂无声为您播讲的,欢迎您。